歡迎來到RakonsTV 居然 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 爛透了 我什麼都沒按還一直在轉耶 你看拔掉就沒事了 呃 我快暈死了 對啊這家手把比較好啊 可是 What the 啊你 又開始轉啊 不~~~ 呵呵呵呵 啊~~~ 啊~~~ 他還在轉呢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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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回...回...哈哈哈哈 回准什麼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蜜蜜 呃因為 黑暗靈魂3在近期發售 所以我想要 回去玩 黑暗靈魂1 但是通常因為我是用 PS4的手把配合 DS4 Windows 所以很多人在 這組合上面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 一進去的時候 人物就會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OK那...我們來 試一下看看喔 現在...我現在是接上去的狀況 然後... OK我是直接用上一次記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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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現在是接上去的狀況 然後他就會一直轉圈圈 轉不停喔...除非...除非... 除非...就是... 這樣... OK OK 那我們現在先把... 遊戲給關閉 在接下來這個動作 必須要關掉... Steam 呃... Uplay或者是... 之類... 的平台 然後... 打開... DS4 Windows 裡面有個settings的分頁 那...第一個選項... Hide DS4 Controller 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會聽到一個音效 OK 然後再來就把... Steam 打開 然後...進入遊戲 一樣 讀取剛剛的 都沒有把... 一樣 現在就完全正常了 他也不會轉 對... 重點就是... Hide DS4Controller 點下去就可以了 主要是在... 該動作之前 你必須把... Steam Uplay 這些程式關掉 然後... 再按下... Hide DS4Controller 執行之後 有一個... 噔噔... 的聲音... 就可以正常執行了 之後再重新執行Steam 打開... 黑暗靈魂 然後... 讀取... 就可以... 正常的行動了 希望這次的教學影片 有幫助到你們順利的進行遊戲 那...如果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麻煩訂閱一個喔 RackonsTV 下次見 希望這次的教學有幫助到你們 然後可以信... 欸... 希望這次的教學有... 有幫助到你們順利的進行遊戲 如果喜歡... 欸... 喜歡... 該... 教學影片的話... 欸... 咔咔咔... NG那麼多次... 搞什麼... 因為... 呢... 咔咔... 呢... 諦述 呢... 等一等 希望還喜歡這次的教學影片 那可以幫助到你們順利的進行遊戲 啊 這可以幫助到這類順利的資料 希望能夠再一個分析 那可以幫助到你 我會把他們說 追一個不成功的